这个语言文字我们讲的课是比较多,因为它非常重要 自古以来我们前面说了,中文清理都是以语文 包括这个选拔国家的重臣都是讲究这个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显露于浮华 你看李白都有才,当官他就当不好 但是这个文化文化,毕竟这个是脱离不开这个文字的 这个基础要有 不管现在我们学的什么,有用没用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学好 上学期间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记性最好 别的什么也都不会也不理解,但是他就能记 所以说你从小如果学,长大,他就有的反除嘛 就有的去理解嘛,你不然脑袋空空的 你长大什么都记不住,你背什么 你怎么出口成章,怎么去这个 这个参物不胜先贤 就是你虽然说这个很多农民,就是实际上灭朝贵 那黄土,背朝天 他是,他的这个思想说的是很实在那种土话 他是很,甚至有的科学家很多东西想通去问农民 他就通了,因为他长期跟天地自然 但是他毕竟就是说缺乏了一种这个文法 对吧,一种粉饰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的 你不管怎么样,你看有学问就是说 或者是有技术的各方面 他总是社会的所谓上层,所谓知识分子 最终来说,也是对几对人都好 但不能说是一个衣冠企业,那就完了 他的本质,基础,人性,心性,养好的同时 把这些弄,然后就是最终更有成就的还是这些 当然现在当官都不一样啊,跟以前他不是学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所谓经济十年,政治百年,文化千万年 十年数目百年数目 我们大概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方言 历朝历代有和洛画,有的时候有闽南画 甚至粤语,陕西的关中画 都曾经当过历史上的方言 就是官方画,历史上他是普通话 最好听的语言呢,首先唱歌是不分国际的 其实语言也是不分国际 那这个最好听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闽南语的时候 你看有一首歌叫这个,我生谁白美啊,走三观,放洒西的人,我能干 这叫什么,我忘了,就是这个是最好听的,包括那个大田生浩子 这些,最新闽南话,他的发音有八个,他比普通话要好听 嗯,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言啊,都更形象,表达一个事物,他心领神位 非常好,然后其次是这个粤语,粤语的歌也非常好听 啊,就是,他是六音的,那普通话我们都知道,那个,四音,是吧 包括轻音的是五音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你懂普通话觉得就怎么样 有的时候这个,只是这个时代,当下的一个东西 那人家不懂普通话的,或者说是说的不好的,人家懂好几种语言 多少也会一点 哼